國內獎金最高的藝術獎項 台新藝術獎的年度大獎揭曉了 來自台南的年輕藝術家 蘇玉賢 他以花山牆成為年度大獎得主 贏得獎金一百五十萬元 花山牆融合了 台灣的喪葬儀式 建築樣式 紙紮工藝 還有戲劇文本 透過台語詩人 時而詭諧 時而抒情的台語貫穿其中 評審說 花山牆把民間技藝 轉化為隱含有政治和社會 等等多層次隱喻的藝術作品 是從人的生死 過渡到國家生死的 省事預言 藉由錄像裝置與民間紙紮工藝 在陰陽兩界的對照下揭示 台灣被殖民的歷史 政治 與文化現況 全新的觀照面向 一舉拿下台新藝術獎的年度首獎 這是藝術家蘇玉賢的作品 花山牆 台灣以前的房子 我們都還是一個 屋瓦結構的房子的時候 我們房子側面 側面銜接屋頂 會有一面三角形的牆壁 那塊三角形的牆壁 我們就叫做山牆 花這個字就是 就是花啦 就是裝飾性的 沒有功能的 那的確在女兒牆上面 那片山牆是只有裝飾性 它是沒有任何實質功能性的山牆 台灣早年 日本殖民統治期間的 巴洛克建築元素 讓蘇玉賢聯想到 傳統技藝的紙紮工藝 在這儀式裡面 有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我們在燒 不管是大或小的紙紮屋 都會有一個 你要燒給誰的角色 那個角色叫渾身 渾身就必須被放在 正中間最高的位置 那這代表的是什麼 就是代表著這個主人 他可以俯視他的財富 乍看不相干的兩種 台灣民俗文化 蘇玉賢結合 並做出完美詮釋 讓他獲得台新藝術 年度大獎的殊榮 接下來講座的第一課 他先想到的是 台南老家的父親 花三強 蘇玉賢 恭喜 恭喜蘇玉賢 恭喜蘇玉賢獲得我們的 那我父親就打電話 跟我說 你是會得到嗎 我爸說明天幾點頒獎 我說兩點頒獎 他說答案什麼時候出來 我說頒到四點 四點就有答案 然後我現在想起來就是搞錯了 其實頒到五點 所以其實四點先過 我跟我爸說如果四點 我沒有打電話給你 就不要打給我 他是藝術的藝術家 但是他也很會講故事 然後也會用那個戲劇的文本 所以他整個的表現 主角是亡靈 亡魂 所謂魂身 然後零紫紮的東西 等於是他的那種供電一樣 就是那個零錯 那他讓這個魂身從最高處 然後從頭到尾這樣環狀的那種循環 然後再加上有一些幽默的 但是又發人聲醒 讓大家可以稍微感覺到一些 跟台灣歷史的變遷 或者是一個社會的那種 大環境的那種現象 有一些互動 為火焰裡面看出去 都是一片火燒的景色 一片火燒的映華富貴 集結喪禮儀式 建築樣式 紙家工藝與戲劇文本 透過台語詩人王寶欣 古樸雅治的台語 說出的不只是花山牆的故事 還有蘇玉賢 對這場跨裔創作的想像